太极拳的腰胯训练是重中之重,也是太极拳的训练核心,尤其是开胯、运胯。 传统训练中有多达20种以上的训练方法,但是这些仅是初级训练方法,切勿只停留在腰胯外在的物理层面训练阶段。 那什么是高级训练方法呢? 黄山老师的太极者休息体系中有两种训练方式。 一种是在初级的基础上在提升,着重把意识放在丹田、腹部的运动变化训练。 左右胯的运动务必在丹田先运动的情况下,才可以被动的前后左右虚实旋转变化,做到以丹田为中心的内不动外不动的变化训练。 更高阶段的方法就是虚无的空间变化训练,是一种以神意调动整体,以丹田为中心的空间开合、虚实变化。 遵循使而易动,继而内动,在之行随外动的次第关系,达到求内而得外,重义而得行的太极拳自然运动状态。